部落的天來 不停的崩開 就在部落新舞台 兄弟弟 在部落新舞台的歌唱組別裡面 最緊張最刺激的比賽 莫過於熟男熟女班 每個參賽者 不論是衛冕者還是挑戰者 都經歷過不同的人生階段 對於唱歌表達方式 更有刺激的風格和味道 也因為如此 讓熟男熟女班的戰局更加多變 平平更換衛冕者 而本週的部落新舞台 將要再一次的呈現熟男熟女班 高潮跌起激烈多變的戰況 比賽一開始 沒有想到是同族競爭的局面 兩人不約而同 都是為了感謝上帝 想要藉由歌聲傳遞福音之外 也一緣站上舞台歌唱的夢想 但是最後成為熟男熟女班的衛冕者 就是來自南投布農族的何美櫻 可是才剛坐上寶座的何美櫻 不敵曾在西門町 以及在東南亞登台表演的 累寧歌后 剛寶座拱手上可以來自 花蓮太魯閣族的李玉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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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輩子我多記得 妳曾經愛過我 美音姐 畢竟是有年紀 媽媽的感情總是比較豐厚 雖然前面有一點點的小插曲 就是前段的高音有點唱不上去 可能真的是緊張 那妳的颱風也很穩定 音準也還真的很準 繼續加油 歌手說 歌手說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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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部落有唱過 比賽 這樣子唱真的是 讓我們覺得有很不一樣的氛圍 不太像比賽 不過如果要以比賽的角度來看的話 你的Key還要再高一點點 因為你的中低音可能還沒有很結實 你就是白名就是女高音 對 所以下次有還有機會再出來唱 不要害怕 你的高音很好聽 謝謝 對 讓我喜歡的唱歌 謝謝 謝謝 今天的優勝的是哪一位呢 我們請徐老師 歡迎我們宣布一下 熟男熟女 頒了最高的分數是92分 好高喔 獲勝的是 何美英 歡迎 歡迎 歡迎練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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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對 天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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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蓝色的眼 蓝色是忧郁 蓝色的情 蓝色的爱 蓝色多忧郁 蓝色多忧郁 蓝色的情 蓝色多忧郁 蓝色的情 蓝色多忧郁 臭殘心頭 戰爭嫌棄 燃燒地破湯 趁著這一陣 藍色的破湯 失去我心頭煩惱 上帝是我們的平安所 是我們的力量 是我們在荒南中 誰是地幫助 阿耶路亞 阿耶路亞 我要割聖祂 阿耶路亞 阿耶路亞 我要賞賠祂 上帝是我們的平安所 是我們的力量 是我們在荒南中 誰是地幫助 阿耶路亞 阿耶路亞 我要割聖祂 阿耶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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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讚美祂 我們的挑戰者 真的 沒有聽過他唱國語歌 對 第一次 對 很特別 我覺得真的唱得我 真的覺得這個 藍色真的很憂鬱 他運用了演歌的方式 唱在中文歌裡面 尤其是那尾音 慢慢的拖 但是我不知道這合不合 大家聽完之後的感覺會是什麼 但如果你是刻意的話 我覺得你有用成功 但是如果你不是故意的 而是你用直覺唱出來的話 如果還有機會再比一次 這就危險了 因為不一樣的歌 有不一樣的表現方式 所以要很小心用慣性做事 會變得很沒有創意 然後我們的美音大姐呢 也很難得 足語之外也聽到 你們唱 唱國語 唱國語歌 所以 的確喔 唱國語歌對原住民來講 都是很大的困難 尤其 當我們要唱那個字的時候 我們的頭腦是母語的發音 是母語的想法 所以 很會母語的人要唱中文歌 最應該要練習的就是 你要好好念那個中文 不是說把它念得很清楚的是 你相信他在講的字 比如說 上帝是我們的避難所 避難所 是什麼 對 所以你自己會 如果用母語唱 可能很簡單 就可以明白那個意思 但是用中文唱 會顯得很生硬 所以美音姐姐 如果還有機會在 在選擇 在唱中文的時候 你可能要很注意的 來練習這個部分 而且其實我們都很期待 除了詩歌之外 你還有沒有其他的歌曲 你覺得可以代表你的 對 你應該可以試試看 因為其實 我們唱什麼歌 都有辦法可以榮耀上帝 來 請大家 帶著尊敬的心情來宣布這個 熟男熟女班 最高分是89分 89分 那獲勝的是 倒是鼓勵 獲勝的是我們衛冕者呢 還是我們的淚寧哥 恭喜李玉瑄大姐 挑戰成功 謝謝 謝謝 謝謝何理事 那我們請一千就衛冕者寶座 謝謝 在舞台的控制上面 有可能覺得 那個玉瑄大絕的表現 他真的是 不是因為蹲下去 對 你絕對是因為蹲下去要蹲的 絕對不是因為蹲下去 他會不會會會會 是的 煙燒 他會不會會會屁滅 因為 他會不會會 綿色的 他會不會會 永夜 他會不會看 他會不會 過 阿拉丹的麦蘭 吉巴喔 苦著吉巴開門 營養午餐 校園加減乘除 好吃蓋健康 出菜不如定午餐 出菜不如定午餐 无独有偶的 新威眠者李玉轩也面临了 跟何美英一样的状况 尚未坐稳了宝座前 也遇到了同志泰鲁歌族的强敌 马赛罗宾 两个人都是用东洋歌曲来对决 不分宣誌的他们 虽然首次在比赛中赞成平手 但是在第二次的对决中 李玉轩再次运用自己的强项 获得了评审们的青睐 顺利打败强敌再次未免 青森鎖地 凍えそうな鴨目 見つめないでいました ああ 津軽海峡 冬雨景色 さよならあなた 私は帰ります 風の音を 胸を揺す 負け止まり ああ 津軽海峡 冬雨景色 雨の降る夜は 心も踊れる まして ひとりじゃ なう寂しい 凍えそうちと 売らんでても もう どうじゃこない あの人は ああ 嫌な明日の夜に 泣いている 青い穂陰に 潰さっては ほろり落とした エメラルド またへ 目を焼く 日夜の通りが 雨に 歌い 夜に 泣く 雨に 泣いてい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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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唱歌非常有自信 而且你的音質非常年輕 就那感覺就是很清新 但是你在舞台上面的表現 僅止於在上半身 跟你的腰部以上 這個舞台這麼大 這麼大一個 然後我們現場也有攝影機 沒有關係 你不一定要像 很像很多藝人會 抓著攝影機唱歌 但是你要最起碼要感覺 這個空間都是你的 然後後面伴奏的人也是你的 現在你在唱歌你最大 對 不管你的經歷如何 你唱本來就很好 但是在舞台的空置上面 有可能覺得 那個玉軒大絕的表現 他真的是 不是因為蹲下去 對 絕對是因為蹲下去加分的 絕對不是因為蹲下去 對 因為蹲下去我會想到一首歌 不過現在不要講 然後就是說 玉軒大絕的 他的舞台的感覺 感受 比較寬闊 會讓大家吸引大家 去注意到他的表演 然後戲劇感也很十足 但是 你看喔 你看玉軒大姐長得還 像娃娃臉很可愛這樣 可是她的聲音卻是那種 鼓勞勞的 就很像從 就好像應該要穿著和服這樣子 戴著一盆花就走出來 她如果穿和服更美喔 對啊 所以這兩位大姐我真的 在歌唱上面真的是 起鼓相當 頭痛了吧 非常好 緊張的時刻要來了 真的 來 我們把這個 重單就交給我們的浩恩來宣布啦 真的不分 不分上下我們分左右 熟男熟女班最高分是89.66分 哇 超高的步驟到底是我們李玉軒 小林性子 不是 我們的 小林性子是我們 還是我們馬賽羅賓呢 OK 到底是誰贏啊 獲勝的是 是哪位 是我們 是我們李玉軒嗎 還是我們馬賽羅賓 我們恭喜馬賽羅賓 好 好 還有李玉軒 還有李玉軒 什麼 什麼到底什麼剪定 我看一下 什麼 我看一下 今天 同燈同分 來 我看一下 真的假的 同燈同分 喔 我都站在這舞台 聽到掌聲響起來 我的心中有些感慨 多少青春不在 多少情懷更改 我还拥有你的爱 好像初次的舞台 听到你一声喝彩 我的眼泪忍不住掉下来 经过多少失败 经过多少等待 告诉自己要忍耐 掌声响起来 我心更明白 你的爱将与我同在 掌声响起来 我心更明白 歌声教会你我的爱 掌声响起来 我心更明白 你的爱将与我同在 我心更加与我同在 歌声响起来 我心更灵了 我心更灵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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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唱得乾脆直接 很有信心 對 她唱鳳飛飛的歌 也運用了舞台到 妳還是要注意那個 出鏡頭 對 出鏡頭了 然後燈光 燈光啦 是這樣 但是妳還是要感覺這些技術 技術上面的這些因素 然後 余軒大姐 雖然我聽不太懂 不過這個歌詞 歌詞我還是稍微有看得懂 對 有翻譯 那我真的覺得妳真的是很會表演 也很喜歡表演 謝謝 然後妳的服裝歌曲搭配得很好 然後控制力也很好 謝謝 但是可能要 這首歌的音高 對妳來講有沒有太勉強 所以妳今天可能聲音有點太 太累或者是什麼 我們在耳機聽到妳的高音 有一點點 差一點點 對 其實那個聽覺上面不安穩 會讓我們覺得有點危險 不過 妳還是表現得非常好 熟男熟女班最高分是 93.66分 天啊 怎麼可能 獲勝的是 獲得是誰 是誰 是我們這邊為年者 好 還是挑戰者 是我們吧 準備 李玉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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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事也繼續接受挑戰 好 好 請上衛冕者寶座 謝謝 孟娜 你為什麼不說話 為什麼不說話 孟娜 玉軒 那今天真的是 我的 我的評審表裡面只有寫兩個字 喔 倒了 欸 欸 阿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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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兩個真的是 不相上向 不過說真的 兩位真的是非常棒的歌者 阿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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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故事你還沒看見 有一種聲音你未曾聽見 原市十六頻道將推出原住民紀錄片系列 原市有請您與我們一起觀察不同的生活現場 尋找原住民影像生命力 本集不論是挑戰者還是衛冕者都有精湛的表現 來自花蓮布農族的江振成阿公 是創富洛新舞台開播以來年紀最大的參賽者 但他參賽的態度讓人感動和敬佩 不過因為是首度參賽 所以緊張到忘詞 失去了原有的好表現 另外李育萱更是一首雷夢娜 將舞台肢體和催淚歌聲發揮得淋漓盡致順利 順利的衛冕成功 但是馬上又在魔王PK賽中 再次遇上同樣以東洋歌曲漸長的甜碗魚 不過這一次李育萱汲取前次的經驗 再一次的衛冕成功 莫娜 我回來了 我從很遠很遠的地方回來了 我帶回來你最喜歡的東西 莫娜 你為什麼不說話 為什麼不說話 莫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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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娜娜 莫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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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蒙娜 我求你看我吧 雷蒙娜 雷蒙娜 我求你看我吧 雷蒙娜 只要你看我一眼 我心才情願 睜開吧 睜開吧 為什麼 為什麼不肯 難道 難道 你真有別的 雷蒙娜 為什麼那麼傻 雷蒙娜 雷蒙娜 為什麼那麼傻 雷蒙娜 我滿意 我滿意 你真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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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別的 雷蒙娜 我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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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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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滿意 雷蒙娜 我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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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了啦 姐姐 妳知道嗎 我在秀場打鼓那麼多年 雷蒙娜 我看了大大小小場 不需要擊敗場 我們有聽過那個 最常聽的就是我們 余天 她的李雅萍 她是表演雷蒙娜 她是唱到最後才夢啦 才倒下去 對 她是啪 那妳這是哪一誰的版本的雷蒙娜 我自己 沒有 歌是從那個藏地 歌是藏地的版本 那舞台的這個部分 我自己 妳自己誇明的 妳自己想的 就是跟她有自己的風格 她有自己的風格 這個給我們刁難 妳剛剛我們的攝影機降到最低 也是卡在那裡 妳很多動作都卡 我們抓不著 我靠 是不是 不是 我們妳看不是高的低的 低的已經最低到那邊了 有沒有 我相信妳這一集播出以後 大家喔 真的是刮目香港 哪裡 我要學的地方還很多 哪裡 不要再學了啦 妳是夠多 或我還要再學 我要學 姐姐妳在家練習啪了幾次 我沒有 我沒有練 沒有練喔 沒有 我是隨著歌詞走 然後抉擇走 就是用音感感覺 感覺來了 她就投入在自己那個情境 對 哇 我看看喔 就接下來一些 歐利桑 歐巴桑要搭到妳 他們在家就要摔得很超級遍 才敢上來 哇 這個不但是撒鹽巴呢 辣椒 什麼全部都撒下去了 對啊 下次的人 下次參賽者 哇 完蛋了 在家裡不知道要練什麼了 真的 這會給鄭卿跟詠傑 一個更大的突破了 對 妳給他們刺激了對不對 沒有了 沒有了 玉軒大體呢 今天真的是 我的 我的評審表裡面就寫兩個字 喔 倒了 對 倒了有很多 沒有 真的 如果在這個舞台上 妳可能這樣子付出 我真的不知道圓明潭能夠給妳什麼 妳要做這麼大的付出 但是我知道妳就是這樣子 很認真的面對妳自己的比賽 跟妳所表演 這是我們大家都應該要學習的 為什麼不說話 夢 那由於妳這麼強 我怕很多老人家沒有機會 我們應該要跟製作單位商量 幫妳降一級到熟男熟女班 不對 要到部落青年 給他們適度的壓力 然後再回來做一下 那今天真的就是 好 我就是來看一個表演 不像一個比賽 所以妳今天唱這首歌是 非常非常成功的 謝謝皓老師 謝謝 最緊張的時刻到了 我們請星傑 來跟我們宣布這一場的成績如何 好 熟男熟女班 最高分的是 94.83分 不得了喔 太恐怖了 94分 過勝的是 那還是我們的李高厚 還是我們的江叔叔 雙部直理的李玉軒 太恐怖了 謝謝 請問妳有沒有願意繼續接受挑戰 願意 好 再度歡迎妳登上寶座 幫我們創造歷史 謝謝 謝謝 恭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ああ やってきました 北海道へ ほほれてきりゃこそ 逃げてきた 口も言わず見尽くしてくれた 風の続きの細い肩 ハルミ 俺はやっぱり 抱けなかったよ ああ 赤いネオンに変わりはないね どこか寂しい北の街 池はあんたの頃の生まれ 浮いて流れた花とやら ハルミ 俺は今夜の日曜えなかったよ 音楽 ハルミ 俺はやっぱり ああ 浜 もした 今日も来たら この岩壁 今日も来たら 届かず願いたいと知りたがら も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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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もしやもしや ひかされ また引き合いせが帰ってきたね 今度もあの子は帰らない この岩壁の待ってるの 死にそわったら見えるのだ 港の名前鶏の中 なぜ飛んできてはこれのじゃ もし帰らないなら 大きな恋で お願い 俺が一言 日願十年 この祈り 神様だけが知ってる な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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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さて な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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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兩位喔 都是非常強的歌者 非常強喔 妳聽到沒有 像我們剛剛 我們的魔王鮪魚 您唱那個HALUMI 妳這個一下歌 我就喔 我自己就起雞皮疙瘩 很高喔 喔 真的是 不過 您一下歌的那個進門的地方 有一些小小的錯誤 可是在當妳這樣唱到後面來 我覺得妳好像 真的好像錄音帶在直接放 對啊 好舒服喔 那妳今天的那個歌 其實我剛剛整首這樣聽下來喔 鮪魚真的好難找缺點喔 謝謝 妳那個 尤其是妳那個 第二句的那個 逃避到了 唉唷 我聽了覺得 我馬上就寫一個助句 いいですね 喔 這筆更多耶 謝謝 這一句真的 妳詮釋的真的是很好喔 完美喔 不過呢 所以我就要想辦法 雞蛋裡面挑骨頭 喔 那不好意思喔 那像那個 玉軒您唱的那個 您唱的那個歌喔 呃 您的那個 口白的地方 我真的也是要豎起大拇指給妳說 真的是非常的伴侶ですね 心靈的 自帶的用 一都是骨毛天鏡不馬大 妳們兩個真的是 不相上下 不過說真的 兩位真的是非常棒的歌者 那我或許喔 在我心裡面 打從心裡面 我還是要真的是佩服妳們兩位 或許妳們兩位都唱得比我還要優秀 好 謝謝 熟男熟女班最高分是 92點46分 哇 妳們 妳們知道92點多耶 哇 到底是誰創造的啊 獲勝的是 是誰 是我們美女哥 玉軒 還是我們甜蜗女小姐 妳們兩個不是成功嗎 李玉軒 哇 好 妳們好 妳們好 妳們好姐妹 好 謝謝啦 那請問玉軒 來 楊軒繼續接受挑戰 願意 好 請上衛美者寶座 加油 謝謝 A段的那個最後一句 怎麼能夠相愛又成恨 妳的那個夠 破掉了 打開啦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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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瞪得好大 熟男熟女班最高分的是 李玉軒 我女 誰都會吃的 營養午餐 校園加減層次 好吃再健康 校園加減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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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圖層次 校園加減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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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園加減層次 有一些故事你还没看见 有一种声音你未曾听见 原氏十六频道将推出原住民纪录片系列 原氏有请您与我们一起观察 不同的生活现场 寻找原住民影像生命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参加也不敢报名 可是后来朋友电话一大堆 那我只好就试着报名看看 结果被你们通知了 我想说因为参赛的几乎都是年轻人 像过去的话几乎年轻人参加 像我们这个年纪的话少之又少 我想说啊 干脆把这个时间啊 给人年轻一辈了 让他们去华为一下 那我们老人家好好欣赏一下 人家表演就好了 目前通过我这样子不知道 因为我这样都在花莲 我还没有电话给他们联络 只有台北的几个朋友知道 但是爱与工作 虽然没有办法请他们过来 第三任卫冕者田林 可以说是部落星舞台中 在位时间最短的卫冕者 因为他遇上了职业级的歌手 就连评审小辣椒 都折服在他精湛的表演当中 他曾在去年挑战部落星舞台 但以些微的分数落败 今年他决定再次卷土重来 比赛结果也如他所愿 让他登上了卫冕者宝座 成为第四任的卫冕者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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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计则 恋よ 可愛いあの子の 枝抜きよ 作詞・作曲 李宗盛 帰ってこ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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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もしもあなたと合図にいたら 私は何を知ってたでしょうか 平凡だけど 誰かを愛し 普通の暮らし してたでしょうか 時の流れ 身を任せ あなたの色に染められ 一度の人生 それさえ 捨てることも構わない だからお願い そばにおいで 今はあなたしか 愛せない もしもあなたに 嫌われたなら 明日という日 失くしてしまう 約束なんか いらないけれど 思い出だけじゃ 生きてゆけない 時の流れに 身を任せ あなたの胸に 寄り添い あなたの胸に 寄り添い きれいに それたそれなくて 命さえは いらないわ 命さえは いらないわ 裏からお願い そばにおいでね 今は あなたしか 見えないの 今は あなたしか 見えないの 今は あなたしか 見えないの 時の流れに 身を任せ 時の流れに 身を任せ 時の流れに 身を任せ あなたの色に 染められ 一度の人生 それさえ 捨てることも 構わない だから お願い そばにおいでね 今は あなたしか 愛せない 人生 愛せないの 愛せないの 真是老的了 是啊 那麼久 20年之後 重新復出還是一樣 哇 魅力不減 謝謝 而且我們好像在聽它的演唱會 還是音樂會 真的 對 不像是那個比賽這樣 那我們請那個討論者 聽我們的蘇大哥 他也是演唱那個東洋歌曲 來 先自我介紹一下 來 跟觀眾朋友 謝謝 大家好 我的演出名名叫Morri No Way 國異名字叫蘇德山來自花蓮 謝謝 謝謝妳 是 因為我們蘇大哥 他其實第二季就有來參加過 對 七年差不多這個時候吧 對 也是演唱東洋歌曲 沒有 他帶來原住民的 整身族服 阿美族的族服 今天這樣穿得很像 我們小哥費玉清 對啊 真的 真的啊 還有氣質 很有質感 謝謝 妳接著我們田小姐的聲音 她這歌看起來 相當柔真的蠻好聽的 我還去學習之中 你們是不是要來聽兩位的成績 PO不及待了嗎 好的 好 等一下 大家好 小辣椒 麻煩你 給我做主要講評 謝謝妳 謝謝 今天兩位喔 真的是實力派的 因為你們兩位唱的東西 真的是完全是不同風格 是 那我們先講我們Morri 以前我們在比賽的場合 我們曾經有較勁過 你們交手過啊 好得了啊 差一點點被他幹掉 蛤 這麼強啊 這樣這麼會有私人的情緒嗎 又點點吃誰 我說就是 那今天Morri Morri 您唱的歌曲 我只能這麼講 很好 好 謝謝 真的妳的魅力不減當年 而且呢 當年是二十 您就連麥 因為在電視台稍微攤來血洗 你唱一句 那個是缺年的事 我再次強調那缺年的事 好 您真的是 唱功真的都沒有減弱 不過呢 你真的要找缺點的話 我可能只講說 怪麥克風不好好了 可能 可能那個有一些地方我可能 好像聽不到聲音 可能就是那個 那個麥克風可能就是 您聲音的那個遠近 就可能沒有處理的事很好 就感覺就好像那個氣 可能沒有很足 從之前我們到現在 我在這邊評審 我聽到的 您是我真的是 覺得可以豎起大拇指 您的發音真的非常的棒 謝謝 您這個那個 那個發音的表字 非常非常的正確 很道地 很道地 那再來就是我們這個田玲姐姐 哇 你真的也很優秀 妳唱得不同風格的這種 應該講是時代歌曲 那時候是那個Telisa Den上唱的嘛 因為她唱的那個 東洋歌曲是不同風格的 是比較柔 比較輕 很適合妳 妳的聲音真的非常適合這樣的歌曲 不過呢 就是有一點 就是可能就是在咬字上面 可能您需要就是注意一點點 那個Fu Ru 那個Ru 您唱就是有幾個 就是會有一點點的 因為我們常聽日文發音 我們會比較敏感一點點 然後再來就是 您其實您在裡面呢 我也蠻喜歡您這種唱法 就是有點freestyle的那種自由版的那種感覺 就是很free 很輕鬆 然後可是呢 在副歌後面那個下個地方 就一點點的 妳可能有點 有點想趕快把它唱完吧 就有點點搶了 一點點 妳可能有感覺到 在尾音的有一些地方 或許這是妳的style 那就是 那個尾音就是 聽起來就是不同的感覺 妳的唱 唱的 就是 我 可能就是 這是妳的習慣的唱法 可是就是 我們平常很少去聽到 那樣子的處理的方式 其實我今天兩位唱的東洋歌曲 我是跟真的要給你們兩位豎起大拇指 真的非常棒 謝謝 哎呦 高老師 妳怎麼越來越這種表情 怎麼啦 我覺得比賽越到尾聲 我覺得我們作品才會 阿不耐咧 阿不耐 怎麼辦啊 我又看到製作單位 站在前面 好可怕喔 該不會又有什麼狀況發生啊 又有什麼了啦 來 熟男熟女班最高分的是87.2分 87.2分 好 到底是誰拿到這一次的最高分呢 恭喜我們的蘇德森挑戰成功 哇 恭喜我們的蘇德森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謝謝 這個歷史總會 會因果循環的 也剩下最後一關了 最後一關你被人家打敗怎麼辦 這感覺怎麼辦 沒關係嗎 你有信心嗎 我有信心 有信心啊 請上衛冕車寶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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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閉めて 二人で名前決して その時 心は何かを話すだろう 熟男 熟女班 霸主是 是誰 我們 森里さん 還是我們石惠美呢 誰が 繪音は現時代の日常 泰銀色が根源 鋪狂に 寄陸 一度 寄陸 寄陣 寄陸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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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